新材料被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 一直以来 我国科技发展被卡脖子的领域 一大半都是材料领域 随着碳纤维复合材料 超级钢 纳米材料等新型材料发展快速 近些年 我国材料学迎来紧喷式发展 近日 我国研制出一种新型超高导电材料 让石墨烯变成过气网红 据报道称 材料领域国际顶级期刊 自然材料发表了 复旦大学修发型团队最新研究论文 其团队研制出的新型的超高导电材料 神话尼纳米袋 制备出目前已知最高导电率的 瓦尔半金属材料 电导率是铜薄膜的100倍 石墨烯的1000倍 事实上 导电材料是电子工业的基础 现在最主要的材料是铜 但是铜变得很薄 进入二维尺度时 导电性会变差 能耗也增大 而随着科技发展 各种设备向轻量化趋势发展 但信号传输量呈爆炸式增长 因此 当前导电材料已经不能满足 快速发展的集成电路技术 而未来应用化的新材料 深化泥 能很大程度解决这一问题 据介绍 这个新材料具有极高的电导率 而且消发型团队 还建造了一个绿色通道 在低维尺度下 也可以让电子快速通过 降低能耗 最重要的是 此前在低温环境下 才能实现这一效果 而新材料在室温就能实现 尽管深化泥还处于实验室阶段 但是一旦量产 将给中国的很多领域 带来新一轮技术革命 尤其是军事领域 由于超高导电材料的特殊性 还被广泛用于武器隐身化 当材料处于半导性时 就具备微波吸收特性 除此之外 还可以采用降低红外光射 达到隐身效果 这种新材料对红外有很强的反射率 还可以有效地解决电子元气发热问题 让红外太子雷达也只能抓瞎 值得一提的是 石墨烯就应用于 我国G20一任战机上 而新型材料电导率 是石墨烯的1000倍 也就意味着 新材料有更强的 电磁波吸收率和红外反射率 一代材料一代武器 可以预见这种新材料 将广泛用于武器装备领域 现在是新材料电子元气并不红外 不红外天 看一眼 也有可不红外 在这种新材料电子元气并不红外 当地的竹部 的竹部 的竹部 是新材料电子元气并不红外